今天看视频听到一句话 让人百思不得解 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这最真挚的情感 您也一起来想想 说为什么您的孩子尿裤子 您觉得正常还帮着给换洗 而换成自己的父母小编到裤子里 您可能会处理 但内心不一定能接受 可能内心有嫌弃 你不否认吧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想不明白搞不懂 视频的最后 我再和大家说说 这个答案绝对让您如梦方水 也一定会支持我的看法 我还是先问问杨叔吧 作为人子 怎么孝敬才是父母想要的呢 给钱可以吗 不需要 就希望人们 没事过来看 老爸一会儿 老妈一会儿 你看这里怎么样 过来看 就出这种事 他回家看 他不是说指你 我刷完 指你来看 我不是 不是 过来看 这里有一个什么概念 跟二级管 这种一片中 你叫一片中 这父母的家 永远是儿女的家 儿女的家 不是 爹妈的家 就跟二级管 这么通行 管得通不行 你宾馆多多岁 孩子就七老八十 说老爹老妈活了 你带老家的眼里 永远是孩子 永远是孩子 不需要你干什么 学家 一般老家 来讲 现在的老家 不去 不如肉 我给你 来往往见 还是 行回来看 陪陪老人 陪陪老家 陪陪妈妈做做饭了 你欠什么 包葱花 其实你不包 你妈也能包 我离死 妈一旁 你今年要好 葱花 要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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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见得缺你这块葱 当爹的也是 不见得缺你 是啊 当爹的不缺这些 需要的是子女的陪伴 和时不时的 常回家看看 这笔给多少钱 都值得 最后 我爸最开始的问题 解读一下 您听听 是不是如梦方形 问 为什么您的孩子 尿裤子 你觉得正常 还帮着别换洗 而换成父母 小编到裤子里 您可能会错误 但内心 不一定能接受 可能会有点嫌弃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您是孩子的 爸爸妈妈 您理解不嫌弃 而你父母的爸爸妈妈 已经不在了 如果在 他们的爸爸妈妈 一定也能接受 如果能帮忙 他们一定 会笑得被唤醒 我记得有一句话 印象深刻 他说 儿女们爱父母 如果能像爱自己的儿女那样 就好了 细想一下 能做到吗 您觉得呢 一句话 我记得